你 你不送我上去吗 游泳 我不否认我心里有你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我有个爱我的老婆 和一个可爱的儿子 这一切我都非常珍惜 我不能犯错 我也不想伤害你 所以这一次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就算你不回北京 一直在那个酒吧唱下去 这酒店 还有那个酒吧 我都不回去了 我也不会再联系你 我都不回去了 疼了你这么多天 就等来这个 你想好了是吗 是 好 我知道了 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我 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我 我好 你太了 你还要发现 我儿子 还要不然 我这 temps 我给你 我已经称好了 我 算我 还是 附近 是 我们 怎么了 妹妹 喝多了 多不安全啊 这儿 没事啊 哥带你回家啊 没事 带 起来 悠悠 睡觉 起来 起来 慢点啊 来 好渴 来 擦吧 来 水 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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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口 怎么样 再喝一口 好点了 那行 你没事我就先走了 早点睡 你根本就放不下了 别骗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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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不会一晚上都摸摸手术 你喝多了 我没有 留下来陪我 你喝多了 我没有 应该是 让你喝一口 你喝一洁 你喝一口 当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 你就喝一口 然后你喝一口 他喝了 你喝一口 是对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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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先生来了 来了 小张先生来了 来了 小张来了 快去快去快去 来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呀 我听介绍人说呢 你回来还没找合适的工作 刚好我那边呢 有个职位空缺 是适合你的工作 就是做做文案 资料整理什么的 挺轻松的 我就帮你安排了 这个算是后门吗 谈不到的 我也是正式地帮你 递的简历层层审批下来的 还是你呢 资质过硬 又在上海刚回来的 这么大的事呢 我可做不了主 但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给我办法入职了 是你妈妈把你简历给介绍人的 因为这个工作呢 待遇各方面还真是不错 我想老人们肯定是蛮满意的 你应该也没理由拒绝 那谢谢啊 我先试试吧 如果干不好的话就算了 就别给你添麻烦了 谈不到麻烦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好嘞 小春 初春 你怎么下来吃饭呢 我菜都够好了 没事 我那边还安排了事情 我下次吧 你干啥 你去吃吃吧 好好好 下次工作吧 工作吧 那有空来 有空来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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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 拜拜 谢谢 陈云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睡着啊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是像我没事的样吗 你吃饭了吗 家里好像也没什么吃的了 你点点外卖吧 你点点外卖吧 陈云 你干嘛呀 你奔着三十三岁英年早逝是吗 我又没做死 我就是累的我 最近想歇一阵 多大点事啊 质疑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来看我吗 咱俩也没什么关系了 你费这么大心干吗呀 对 咱俩是没夫妻关系了 但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也不能看你这样啊 我哪样了 我还能哪样啊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在单位 从去年就快混不下去了 混到今天我连媳妇都混没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这人生啊 没什么事是我自己能争取的 也没什么事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 除了我自己个 我拿我自己个儿当一破罐摔会儿 我拿我自己个儿当一破罐摔会儿 我听个响 我图个痛快 这也不行吗 我既没影响邻里和谐 我又没出去报复社会 我碍着谁的事了 你是摔一会儿吗 你是把自己往废了摔啊 陈瑜你就算谁都不畏 你想想你妈 她一个人在老家起早贪黑的 忙着那六间房的小民宿 洗洗涮涮 忙里忙外的 风天过节更累 她图什么呀 她不还是为了给陈旭攒点钱 给你减轻点负担吗 你就照这样下去 你就是第二个陈旭 你让她为你们两个人 担惊受怕的吗 她这一辈子容易吗 你有那么难吗 陈旭 你猜的这饺子是双数还是单数 你猜的这饺子是双数还是单数 你猜的这饺子是双数吗 什么呀 双 数着个吃 要是双数就证明你还有救 明天收拾利落 好好上班 好 还真是双数啊 那你说这小女孩她呢 睡着了 睡着了 怎么 电影不好看呢 没有 我看的 你看你 都流口水了 你骗人 电影不好看啊 那咱俩打游戏吧 我每天白天上一天班 晚上回来无奉险接陪你玩 我真的玩不动了 你不是跟我说你去找工作吗 你到底找到没有啊 我找了 不过都不满意 我在考虑要不要入股摩托车行 现在不都流行 把兴趣变现吧 那你就打算天天泡在摩托车行是吗 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又不是没干过 没劲 我觉得通勤就是在浪费生命 怕入车行的唯一办法 就是多士几行 谁知道自己适合哪行呢 不管是哪行 我怎么没觉得 你对工作有那种迫切的需要呢 我本来就不迫切啊 我又没有生活压力 要不你把工作辞了 我一想到要养女朋友 肯定就有压力了 好了 你看看你选哪个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看不出来嘛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 有点没有上进心吗 你是觉得你年纪还小 还可以任性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每个月拿爸妈的钱 你觉得理所应当 我没拿他们的钱呢 我花都是过年时候的压岁钱 你还有压岁钱呢 我都给别人压岁钱好几年了 所以咱俩是不是真的说不通啊 我知道了 就要没睡好 心机不好 对吧 那我现在就走 明天也不来了 等你睡饱了 看我就睡眼了 我走了 好好睡觉 我走了 好好睡觉